为了因应新兴传染病,如MERS等疫情 台北市卫生局和交通局共同成立防疫计程车队 希望未来发烧的疑似病例可以搭防疫计程车就医 以降低传染给他人的风险 43岁的张严深原本是私人保标 半年前他改行做无障碍计程车驾驶 现在听说台北市府要成立防疫计程车队 他立刻报名参加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 为了因应新兴传染病发生 加上南韩从5月底爆发MERS疫情以来 核区里面就有33位从疫区返台的疑似病例 万一将来大流行 救护车恐怕会不堪负荷 因此才会透过民间运输业的支援 协助疑似病患就医 降低民众搭乘接运或者是巴士 再传染给其他人的机会 为了确保计程车驾驶 能够安全再送病患而不受感染 已经举办两梯次传染病防护技巧训练 总共有50位驾驶报名参加 希望令到这些爱心计程车驾驶 更有信心参与防疫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